歡迎來到1900重點直播 大家好 我是彭聚 今天一開始我們先帶你來 關心到一個爆炸意外 陽明海運的貨輪呢 在中國大陸 浙江寧波的北輪碼頭 發生了嚴重的爆炸情況 從畫面上可以看到 這個迅狀雲直衝天際 而且火光四射 貨櫃裡的貨品都變成碎片向外噴飛 當然這個爆炸威力是不同小可 另外呢 官方也發布了聲明稿說 初不了解這個事發原因 雖然還要釐清 但疑似 是因為裡頭有個貨櫃 裝載危險物品 發生爆炸導致 貨輪在港口發生了爆炸 瞬間火光衝天 貨櫃噴飛出來碎片四散 這爆炸意外太嚇人 遠處也看得到火焰爆開的情況 出現了殉狀的爆炸雲 從監視器畫面看到 貨輪黑色的船身寫著動名號 港口外的大樓區也看到驚人的爆炸瞬間 這起爆炸發生在浙江寧坡 周山港北輪第二貨櫃碼頭 時間是九號下午一點四十分左右 央視報導這是陽明海運的貨輪 船上裝載的過境危險物品貨櫃 發生爆燃導致貨櫃起火 從承染業者群組傳出來的消息 東明輪航線CGX也就是從中國到中東新塊線 整起意外發生的經過 剛開始發現 船頭甲板濃煙冒出 當班人員通知大副跟碼頭 初步勘查 危險貨櫃發生自然爆炸 下方隊員要求所有人員撤離到碼頭安全的地方 經過清查 全船人數均安全撤離 寧波市海上搜救中心立刻啟動緊急應變 指派海巡艇趕赴現場實施警戒 並且協調 港口的消防部門 指派三艘消防拖輪和岸邊的消防人力 展開緊急處置 經過初步了解 目前碼頭工人還有船員都安全 沒有人員傷亡 TVS新聞綜合報導 人家說水火無情 我們再來看到是大雨的影響 今天受到低壓帶的影響 全台各地都出現了雷雨情況 尤其是在雙北市雷聲大作 這個雷竟然還把大樓消掉了一塊 事發地點是在新北市永和的一處住宅大樓 它的頂樓邊角被雷給擊中 所以包括磁磚啦 一些石塊被掉了下來 甚至從磁三層樓的高度往下掉 還砸中了一名路過男子 然後咧 石頭 我們那邊過來的 那是石頭啊 什麼啊 石頭啊 救護車 貨包到場 趕快替傷者檢查 受傷的是這名戴眼鏡的男子 竟是被天降石塊砸傷 他可能被石頭砸到 因為他每個那邊都爆掉 他可能彈到那邊去 就連旁邊店家的桌子上 也還留有大大小小的石塊碎片 但怎麼來的呢 打到那塊石頭 石頭見到那邊去很大 然後再爆開 打到最上面最頂樓的那一個 抬頭一看 這棟大樓頂樓邊角處破了兩個大洞 石塊就是從這邊來 因為遭到雷擊被擊破 還往下掉砸傷民眾 事發地點在西北市永和 午後雷雨又大又猛導致國光路倒入積水 整支伴隨的雷擊更在民生路釀成一人受傷 電眼也拍下當時打雷瞬間 路口監視器甚至還一度跳掉險些故障 但旁邊的大樓頂樓邊角處 因為被雷擊中 導致一大塊磁磚水泥石塊破裂 還從16樓的高度往下墜落 穿破一樓的遮雨布 才會砸中底下一名誠信傷者 還有燒焦痕跡 跟著大樓的管理員上到頂樓檢查 被擊中的地方還是燒焦狀態 當中這一大塊搖搖欲墜 隨時有可能再往下掉 管理員趕快把它取下 避免發生第二次意外 看看這麼大一塊 要是再往下掉後果不堪設想 其實這棟16層樓高的住宅 是周圍最高樓 明明裝有避雷針 怎知還是擊中頂樓外牆 大樓也將進行補強 避免再因為雷擊天降石塊 TVB的訊息宣傳員 文綠選官 新聞主導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 若是打雷下雨的時候 是盡量不要在戶外 會比較安全一點點 再來我們來看到 這一次的大雨 當然在南部也造成了不少災情 像是在台南 很多的台南市民要求說 可不可以不要上班呢 因為這雨真的下得太大了 讓他們寸步難行 因此相關的留言 也灌爆了市長臉書 另外在高雄 的確也是大雨下不停 整個路上有不少的路數 也都被狂風暴雨給吹斷 甚至也造成了三名的機車騎士 因此受傷 還有就是藤枝連外道路 也驚險崩塌 出現土石滾滾的景象 為什麼忙著要把斷裂的樹枝移除 一早八點多 高雄鳳山區南京路 露宿突然斷裂橫倒 害了一名六十九歲的女騎士 因此摔倒受傷 騎士表示當時閃避不急 急煞打滑 騎士臉部手部擦錯傷 還好女騎士被送一救之後 沒有大礙 高雄一早大雷雨 八點半左右 古山區中華一路 也有樹枝斷裂掉落 二十八歲的南騎士 及四十二歲的女騎士 遭到輕微差錯傷 還好上市不嚴重 市區路樹斷 山區則是土石滾滾 騎士臉外道路十公里處 八號傍晚驚險崩塌 交通中斷 騎士森林遊樂區決定 十五號之前都暫時休緣 由於山區落石不斷 安全起見 公路局人員九日一早 趕往搶修 在高雄財山 九號一早短延時強降雨 也使得登山入口處的階梯 猶如小型瀑布 台南市一大清朝下起大雷雨 雷聲大作 雨時滂沱 不少地區傳出積水情形 市長黃偉哲在臉書發文 表示受到低壓帶影響 天氣不穩定 移植是相關單位 嚴正以待 並提醒市民外出通勤要當心 但被市民留言灌爆 表示永康區積淹水上班很困難 還有人說鹽水區停電了 有人請求放假好嗎 停班停課聲四起 今天和明天的天氣是比較相近的 清晨到上午 中南部地區會有局部大雨 氣象中心預測 10號一早 中南部仍然會有猛烈大雷雨 民眾得特別當心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我們來看到 四度登上了奧運殿堂的 這個郭信淳呢 成功為台灣奪下了銅牌 當然舉國歡喜 但是呢他在挑戰這一次的過程當中 也展現了所謂的金牌氣度 為了拿金牌不打安全牌 我們先來看到 其實在這個場上的過程當中 他的抓舉是105公斤 但是在停舉的部分呢 最後成功是130公斤 當時其實已經落後了 中國大雨的選手 但是照理來說 以郭信淳他其實可以加2公斤就好 等於說把目標設定帶銀牌 但是他說我不要 我的目標就是金牌 所以他挑戰的是137公斤的停舉 而且停舉對郭信淳來說 其實是有心理那一關要過的 因為過去他就是因為停舉 造成了身體受傷 所以這一次他真的是完全的豁出去 目標就是金牌 雖然最後很遺憾的失敗了 但總和235公斤 也讓他成功摘頭 而在這一次的59公斤級的舉重比賽當中 拿下金牌的就是中國大雨的選手 叫做羅斯芳 總共241公斤 另外銀牌是加拿大的選手 拿下了236公斤 而在最後呢頒獎台上的畫面 你可以看到郭信淳還是非常甘心 跟其他的金牌跟銀牌的選手 有開心的合照 不過或許你會很好奇 當時為什麼明明可以拿銀牌 但是郭信淳堅持要挑戰金牌 我們看到是一個運動家的氣度 但是呢他當時到底是怎麼想 他說反正不管了啦痛就痛 這一次痛完就好了 比完再痛就是他的一個信念 但是其實在他摘下銅牌的過程當中 當然中國大流的媒體 中國大流的記者也問他說 你為什麼輸這個羅斯芳 是實力還年紀 你怎麼看呢 其實以這個郭信淳他的說法來說 我在他這個年紀也是非常巔峰的 一開始他回答說 可能是年紀吧 但後來又補上了這一句話 其實也被認為說 這樣的回應真的非常具有高EQ 不過或許你很好奇說 接下來郭信淳的打算是什麼呢 因為郭信淳自己就說了 他把這一季的奧運 當成最後一屆在比 身上還有傷 所以他希望接下來可以好好休息 但也被問到說 2028年他會不會再度出征 他還保留了相關的參賽意願 說未來還是有可能 希望自己能夠享受這樣的舞台 然後當然就跟家綺說 就是 說著說著 留下淚水 在這一場競爭激烈的比賽之後 壓力跟情緒通通釋放 臺灣舉重女神郭信淳 征戰巴黎奧運 女子舉重59公斤級 在最後一把停舉放棄塔安全牌 他一口氣把重量加到137公斤 放手一搏 雖然沒能成功 但依舟以總和235公斤 拿下一面銅牌 郭信淳腰部受傷 甚至連躺著睡覺都很不舒服 不斷的在治療跟訓練 負傷奮戰的他只想要毫無保留 不留遺憾的去拚 這一塊銅牌是得來不易 四度登上五環殿堂 連三屆奧運站上頒獎台 刷新紀錄 成為臺灣第一人 郭信淳說他把巴黎奧運 當作是最後一屆再拚 但是洛杉磯奧運 他是否還會上場 郭信淳也沒有把話說死 不過現階段 想先好好的休息跟調養身體 不管如何他已經用實力證明自己 永遠的舉重女神 用堅定無比的信念 拿下一面面代表榮耀的獎牌 更舉起了滿滿希望 滿滿感動 TVBS新聞採訪團隊 在法國巴黎的採訪報導 好 要不要再戰2028洛杉磯奧運 當然我們留個懸念 但是其實在這一次的奧運當中 大家也發現說 郭信淳真的是非常可愛的 一個人 我記得上一屆在東京奧運的時候 大家注意到是他的耳環 因為他每次比賽 都會帶一個很漂亮的耳環 但是這一次還是有很多的小地方 讓很多的媒體發現說 還真的是台灣的力量 就是這個綠色乖乖了 除了在包包上 你可以看到這樣子的護身符之外 其實以他個人來說 也有所謂的三寶 哪三寶呢 第一個當然就是團隊了 團隊是他第一個秘密武器 透過科學化的訓練 還有相關的醫療服務 都可以讓他稍微舒服一點 用最自在的一個態度 還有一個姿勢 以及身體狀態去迎戰 再來就是床墊了 我們知道這個郭信淳本身 跟腰部跟大腿都有受傷 所以說他透過床墊 可以讓他找到一個比較舒服 而且睡起來不痛的姿勢 再來是我們剛剛說的 台灣的神秘力量 綠色乖乖了 他也把他帶在身邊 除了剛剛看到包包上的 這個吊式之外 在場邊你可以看到 真的有一個貨真價實的 綠色乖乖在旁邊 就是希望可以在賽場上 可以鎮壓傷勢 讓這個傷勢不要作怪 而且他非常可愛的是 在綠色乖乖上 還真的有寫是 說自己包括腰啦 還有腿啦 都乖乖的不要作怪 也有乖乖 對對對 因為我那時候 然後亞裕的時候 我忘記帶那個乖乖 我帶去了 但是我沒帶 不愧是台灣舉重女神 就連心目也很談 除了包包上有綠色乖乖掉飾 在場邊物理治療師緊抱著 回到後場就放在椅子上 像貢品一樣 希望比賽時腰傷乖乖 不要作怪 但是我 好像從哪一場比賽開始 我就帶著乖乖 我想說那個機器 要放乖乖都會乖乖 那我帶著乖乖比賽 然後而且我在今天比賽前 我還特別去寫了 我就說是因為我的腰 腿 膝蓋 還有一切狀態都能夠乖乖的 郭信淳帶傷勢出征 還搬床到巴黎 要調整睡姿避免疼痛 另外加上教練 體訓師和醫療團隊 郭信淳說這就是他的三寶 你躺著不是 然後你趴著也不是 你坐著也不是 然後你連睡覺都是那種 就是我有時候講有時候 我都覺得他們沒辦法體會到 因為真的是就自己才會知道 對 然後不管是做什麼動作 然後都會不舒服這樣 談起傷勢 郭信淳機動流淚一度哽咽 索性站上頒獎台 拿下銅牌後 團隊和粉絲給他滿滿能量 大家都搶著找他拍照 台東的親友也是最強後盾 另外羽球男雙金牌李楊 雖然和女朋友出國玩 但他也關心舉重比賽 第一時間發IG限動 祝賀郭信淳 說恭喜偶像也辛苦你了 全台灣都力挺郭信淳 感謝他舉起信念 為自己也為所有人爭光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我們也要當林玉婷的後盾 尤其現在他馬上就要再度的 爭奪金牌 我們先來看到10點點 就是在8月11號的凌晨3點半 相信很多人都會在電視機前面 為他加油 他要對戰的是波蘭的選手 這一次絕對是保金望銀 但我們都非常希望可以拿下金牌 而且我剛剛看了網路上的一些留言 就說其實很擔心對手會出奧布等等的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希望可以親自的 到賽場裡頭為林玉婷加油 而且也開始搶票了 就是希望可以展現我們台灣人 對林玉婷的支持 不過他的性別爭議 是不是我們可以做得更多呢 尤其以國家的角度來說 似乎可以更有著力點 我們來看到在2023年市井賽的時候 當時IBA撤銷了林玉婷的銅牌 現在有很多的國民黨立委質疑說 政府你當時怎麼沒有聲援呢 再來到了2024 當然就是今年的時候 奧運他的性別增應在一起 也被人家認為說 這樣子的聲聞是不是好像來的太慢了 事實上其實以國家的角度來說 他們也解釋其實在2023年的時候 就有針對相關的一些檢測來進行 這個調查也確認的確他是有資格來參賽的 但是因為了保護他的隱私 所以當時一切都是私下進行 而現在國際選總的部分 中華奧會也決定要發出了警告函 希望可以讓整件事情獲得公平的處理 再來法籍選手機也透露說 其實在國際選總上 可以說是有很多的黑歷史 因為他就披露了個人經驗 一般來說其實Yan這種性別 大部分都是用血液測試 聽起來是非常普通的 但是他強調說 他是無預警的被要求 脫褲子來檢測他的性別 認為自己覺得 有一點不舒服的情況 不過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其實當然以國家的角度來說 也希望可以立體林玉婷 而且也讓他沒有後顧之憂 外面瘋瘋瘋瘋瘋 對他不實的指控 我們台灣人要站出來 替他出一個功德 市長侯友宜替新北女兒 全級國手林玉婷打氣 無端捲入性別風波 體育署也將與國際奧會 討論對國際全總提告 而全級性別風波 不只我國阿爾及利亞選手克利弗 同樣被懷疑身分 對此紐西蘭全級選手阿迪薩亞 還因此向他道歉 他說之前發文說 他不是女人是錯誤的 對這位女士感到非常抱歉 因為他看到相關文章 誤認他是跨性別參賽者 很抱歉沒有了解狀況 而這性別爭議 也全都因國際全總而起 現在法國全級選手桑維科 接受外媒採訪時爆料 性別測試在全級界很常見 但IBA是以羞辱女性的方式檢測 先前曾經在未被告知的情況下 要求脫下褲子 而他也生圓克利福 雖然他體格比多數女生更男性化 但他毫不懷疑他的女性特徵 他當天有賽程 他早上就是要體檢過 簡單的做一些脈搏的測量 血壓測量 然後給醫生看 他現場也沒有什麼傷勢 會不會被要求脫褲子 這個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不太合理 國際全級的比賽規程裡面 是沒有這一條的 除了全級有性別風波 公視轉播舉重時 球評脫口 這選手是男還是女 被批評歧視 對此公視聲明 事前都有提醒注意用語 當下主播也說 這話題很敏感來轉移話題 但造成觀眾冒犯仍深感抱歉 後續賽事也將暫停證明 球評工作 TV新聞綜合報導 那當然我們都非常希望 林玉婷可以拿下金牌 但是呢 其實在事前很多的舉動來說 除了可能是國際組織上的 一些角力之外 也被認為說 會不會是一種心理戰呢 而他接下來要對戰的波蘭選手 是不是其實也在耍澳波呢 我們先來看到這個梗圖 其實現在也是備受爭議 主要是在他的未來的對手 波蘭選手的這個 Instagram上面的限動 其實就PO上了一個梗圖 上面是波蘭文 但是有網友用TradeGDP 把它翻了過來 發現說哇 這個內容真的非常不妙 是個教練跟拳手的對話 教練就說 我有兩個消息 一個好消息 一個壞消息 你要先聽哪一個呢 選手就說 好啊 先聽好消息 他說決賽要到週六才會舉行 所以你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 但是教練馬上 拳手馬上就比說 那壞消息到底是什麼呢 教練說 你是爭奪金牌的最後一位女人 光是這句話就流出了非常多的想像空間 也讓大家認為說 這樣子的一個梗圖 是不是在針對我們的林玉婷呢 雖然說這個梗圖 現在已經刪除了 但是還是引發了不少爭議 還有就是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藍營立委也知音說 體育署是不是在去年就應該 來針對林玉婷的相關的風暴 做更多的努力呢 再來繼續看我們的報導 全軍女將林玉婷和陳念琴 等台灣好手特別拜訪 樂瓦魯瓦市長 要感謝無常提供運動中 行賽前訓練 注意到了嗎 林玉婷都站在席位 你有沒有看到玉婷 特別坐在市長旁邊 就是等於是給她鼓勵 全林鄉挺林玉婷挺過性別爭議 駐發代表處 和代表吳志忠 成最強後盾之一 跟中華奧會我們有第一時間 去幫中華奧會找到律師 所以我們有顯示給全總 就是採取法律行動 而這當然不只局限於巴黎前線 體育署什麼時候會採取法律行動 全國都當林玉婷的後盾 双從總統其實要求體育署 務必嚴正表達抗議 並採取法律行動 服怨動起來當後盾 但林玉婷深陷不實的性別爭議指控 其實從2023年3月比完市警賽 拿了銅牌 卻照IBA取消資格就開始 說實在話 現在做都已經太慢了 應該要從第一次有任何人質疑的時候 就應該強力的挺身而出 因為林玉婷選手 就是我們中華代表隊女性選手 這點毋庸置疑 翻開當時體育署的作為 林玉婷回國第一時間 確實幫她做了全身醫學檢查 事後都有申訴 但IBA完全不理會 事實上我們不是說長官說一動才做一動 其實我們在去年就已經開始超前部署 就是說我們先把玉婷所有的資料準備好 然後到亞運的時候我們就有事無恐 那我們根本沒有必要去對於這個 檢驗結果有抱持的太大的一個可信度 以前都沒有發生這樣的問題 然後現在突然發生這樣的問題 然後過沒多久就被處理了 那是不是那到底是誰有問題 林玉婷面臨的困境和無奈 令人看了很不捨 而她最後仍順利出征杭州亞運 如今挑戰奧運殿堂 體育署強調國際奧會 已完全確認林玉婷的參賽資格 無需再揭露隱私做說明 畢竟已經不是相關組織的IBA來攪局 可謂司馬趙志欣 TVB的新聞 崔仲弘都聽聽看不到 再來我們來看到我們台灣的桌球了 尤其在這一次的奧運的桌球賽事當中 我們真的見證到了什麼叫做世代交地 除了兩個人師徒之間 年紀差蠻多的之外 但是的確你可以看到 非常具有傳承意味的這些動作 我們先來看到莊智淵好了 過去大家說她是三大星星 跟中國大陸的選手 跟德國的選手 還有她三個人被並列是桌球星星 但現在儼然已經是台灣的桌球教父了 在2003年的時候 她的排名最高來到了世界第三 當然她的這樣子的成績是有目共睹 而且在過去五屆的奧運當中 其實莊智淵都參與了男單賽事 但她這一次不比 只比團體賽把這個機會讓給她的愛圖 也就是柚子同學了 當然其實這樣子的傳承意味非常濃厚 甚至她也說這一次是生產柚子 接下來能不能再生產出一些鳳梨啦 蘋果啦這樣子的說法 也讓這個她的徒弟高成瑞也笑了出來 不然的話其實高成瑞本身是蠻自責的 為什麼呢 因為她說奧運出你秀給自己打了85分 比較滿意的是在單打的方面 在團體的方面她覺得發揮的沒有想像中這麼好 所以說她也認為說的確為師傅帶一些遺憾 不過接下來要來看到的就是其實在奧運的場邊 我們會看到一個畫面就是師傅 好像CeceliumCecelium 一直碎唸的畫面 其實在網路上也引發了非常多的討論 而當時記者也問了高成瑞說 到底師傅在跟你講什麼 他說沒有啦 只是在分享戰術而已 推著行李桌球教父莊智元和徒弟高成瑞 九號一早從巴黎返台 吸引粉絲熱情接機 而師徒兩千名拍照樣樣來 這次攜手征戰奧運 雖然桌球男團止步八強 不過高成瑞出登武漢賽場 男單就挺進16強 莊智元也給她大大的讚 她在單打的這個部分表現確實很棒 男人替她開心 她應該表現得比我好 因為我覺得相對比我那時候要成熟一點 其實無法為師傅 在桌球男團奪得奧運 手面獎牌高成瑞賽後也忍不住哽咽自責 畢竟這是莊智元的最後一五 給自己打85分 自己還是比較滿意在單打的方面 團體的方面 自己感覺發揮的沒有到自己想像中這麼好吧 他有這樣的心意我很開心 團體的時候可能是攸關到別人 他會想得比較多 所以在發揮上跟一些想法上 他戰術上顯得比較拘禁一點 邊聽師傅說話 高成瑞時不時笑一笑 兩人連髮型都越來越像 不過在奧運場邊 莊智元猶如老父親操碎心般 對高成瑞碎碎念的畫面 也逗笑無數粉絲 高成瑞也透露師傅說的內容 在場上還是比較多的 記載書跟心理方面的東西 好好去享受比賽 不要把書影響太重 不要太過多的去緊張 他就算是一個意識力非常堅強的 像這是生產出柚子 那接下來看能不能產出一些 鳳梨 蘋果 這些類似 就是希望有這個機會 莊智元石幽默 鬥樂全場高成瑞也在旁邊 默默偷笑毫無保留 將經驗傳給徒弟 還想再培育新人 這次沒能奪牌 也是成長的一部分 試著怎麼在遺憾中進步跟成長 我覺得還好 有時候其實本來不會去想這個 但是可能打完以後 媒體記者一直問 確實會開始有點感覺有點遺憾 國際作總也在8月6號 公佈了全球最新排名 林雲儒位居世界第七 提升一名 但高成瑞來到35名 下降3名 莊智元排計40 下降4名 44歲的莊智元 比林雲儒大21歲 和徒弟高成瑞也差23歲 奧運上男團三組呈現了年紀裸差 沒有斷層啊 男子 男子絕對沒有斷層 就是說要怎麼栽培這些比較有潛力的選手 我們19歲組的青少年 像張佑安 他已經排到世界第三名了 還有那個郭冠 現在應該也在20名了 專家認為台灣桌球星星仍然持續培育中 下降奧運也很有看同 而這次同班機回台的入住選手 只有莊智元和高成瑞 林雲儒沒有一起 預計將和陳思宇一起搭機 10號早上抵達 男團三人都是機票提前回台 班機才有不同 若奪牌固然錦上添花 但桌球界能有前輩不斷支持 世代傳承更加寶貴 體育新聞綜合報導 的確喔 光是兩個的互動 都會讓人有非常多的想像 尤其很像老爸爸碎唸的這種近視感 的確也讓很多的網友覺得非常的熟悉 當然很多的球迷也製作了梗圖 除了說這兩個互動還真是親切 還蠻真的有趣 尤其這個柚子同學 本身還刻地的南下找莊智元 拜師學球 也可以看出這個曾經的偶像 現在變成師父 這樣子難得的情誼 不過接下來這個莊智元 他的下一步是什麼呢 當然還是先希望陪伴家人 尤其我們說 他本身出生在一個桌球世家 已經打球打了非常久了 賽場持存了35年 除了陪伴家人之外 他當然希望可以坐育英才 在9號這一天呢 他回到了高雄的家 高雄市長陳其邁 也特地送上了水果禮盒 當然也是期許說 他可以繼續培養更多的後起之秀 培訓一個水果戰隊 另外呢 他也很好奇說 大家對於他怎麼吃皮蛋豆腐 也有很多的疑問 我們一起來聽聽他怎麼說 好像不會 會切一半 會切一半 加醬油 找在一起 我看完以後我想要試看看 會試看看 依舊圍繞著網友 梗圖的皮蛋豆腐系列 莊智元笑笑的解答自己吃法 奧運被做成的梗圖 連市長都忍不住想問 很緊張的啊 因為看他緊張我也緊張 我給他放在那裡 所以也一根鍵而已 所以快說啊 我怕控制亂了 所以就投入當場 我就別在吵啊 我可能怕怕怕怕怕怕 我可能怕怕怕怕怕 還說了 回家了 和高雄市長陳其邁講台語話家常 也說了那時候太緊張 急著交徒弟戰術才出現手勢 良人相談盛歡互相送禮 陳其邁精心挑選蘋果禮盒 今天是送蘋果 希望有更多蘋果 忘了帶西瓜還有鳳梨 自己喜歡 所以會接下來在手館裡面 繼續去帶小孩子教他們 然後希望他們看能不能趕上 2028奧運 還有西瓜 還有反正就是一些台灣的名產 希望可以讓大家知道 台灣農產的厲害 水果之王 身為參加六屆的奧運老將 他也透露 培養下一代年輕好手 已經開始在腦袋計畫中 至於身體只想好好休息 下一步就是不知道走一步是一步 然後先休息吧跟家人出國 下一步還沒有明確方向 雖然不再參加奧運 訓練量降低 但接下來還是會參加部分的邀請賽 TVBS新聞李戰勝時一段高雄報導 而最近消息帶來掌握到 就在剛剛的晚間6點57分 日本的關東再度發生了 瑞士規模5點3的地震 陣陽是在神奈川縣的西部 地震的深度非常淺 只有10公里 鄰近當中人口酬迷的 包括是東京還有橫濱 都感受到了3到4級的震度 還有目前初度判定是沒有任何海嘯的威脅 這是我們剛剛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再來我們要持續來看到的 當然在這一次的地震 會特別引發關注的 是日本跡象廳特別提醒大家 要注意到南亞海潮的活動 尤其如果真的是發生了地震情況的話 這個相關的影響絕對是非常大的 甚至台灣的角色要來看到是日本地震 那台灣到底會不會有事呢 地質專家表示說 因為如果真的南亞海潮發生地震的話 距離台灣是非常遠的 有上千公里 所以台灣的地理位置 還有我們的地理結構來說 是不用太過擔心 地質專家就分析說 必須要是日本發生瑞士規模8.5以上 才有可能把這個海嘯給傳過來 但是時間差還是有的 尤其距離遠的關係 所以地震的海嘯要傳過來 需要花上好幾個小時 我們也能夠提前應變 日本九州八號下午規模7.1強震 讓整個島都在晃 當地氣象庭罕見發布 南海海潮地震臨臨時情報 第一時間也發布海嘯警報 涵蓋宮崎高枝大芬 以及陸兒島跟愛知縣 對台灣影響地質專家說 距離我們真的太遠 因為距離太遠了 所以影響不會有影響 但是問題是他跟台灣 我們這邊花蓮這整個都同樣屬於一個 菲律賓海板塊 形造成的一些地震 位處同一塊板塊 但台灣在菲律賓海板塊 已摸在最南端 日本在最北端 氣象庶地震中心就提醒 南海海潮地震距離台灣遠 震度傳過來已經無改 台灣去年10月發生的規模6.1地震 當時是沖繩海潮影響 專家又提醒10年內要留意規模8以上強震 這次的南海海潮 台灣要注意海嘯發生 不過地質專家也分析 海嘯發生會往空曠海域走 往東邊東南邊擴散 台灣在日本南端其實影響不大 除非地震規模達到8.5 甚至到9以上 如果要影響到的話 一般來講 那個海嘯要到浪高 海嘯高度要幾十公尺一二十公尺這種 而且日本空旗跟台灣相距超過1000公里 日本發生數十公尺的海嘯要傳到台灣 中間點先經過多個島嶼 島嶼幫忙擋一波再影響到台灣 如果還有一公尺高的海嘯 還有幾個小時能疏散 所以一般在海邊如果有看到 我們一講就海嘯那個 有看到海洋有翼壯 你就往你旁邊的附近最高的地方跑 這次主要因為日本氣象庭 認為南海海潮週期已經到了 萬一發生跟311地震一樣 規模9.1 預估有31萬人死亡 儘管日本地震引發了海嘯 離我們感覺起來有點距離 但現在來襲 不用多想往高處逃才能保密 TVB的就是社會想聽一台報道 抱歉 跟正一下 剛剛應該是南海海潮 而不是南亞海潮 我口誤了 很抱歉 再讓我們來看到你能想像嗎 如果你在今天從骨灰廠 領回來的骨灰 竟然不是自己親人的 應該很難想像吧 在中國大陸就出現了嚴重的 盜賣屍體案件 地點是山西 這樣子的盜賣屍體產業鏈 是專門從火化廠 把這些骨骸做成可以移植到人體的移植用骨頭產品 當中的涉案金額高達了16億元 領到的骨灰未必是自己親人的 大陸爆出盜賣4000具屍體的黑色產業鏈 涉案被告多達75人 疑犯從4家火葬廠非法購買遺體殘肢 接著賣給山西澳瑞生物公司 屍骨被轉制成同種液體移植骨 最終流向醫院 涉案金額超過新台幣16億 此案的幕後操控者被爆出是山西澳瑞公司總經理李寶欣 而他不僅是資深科研教授 主攻人體解剖 還曾被評為大陸全國勞動模範 格外諷刺 除骨科外 大陸的神經外科 牙科等也會使用大量同種液體骨 醫美也是主要流向地 有骨科醫生透露 一些客人做龍鼻河填充下巴 如果不願意自取類骨 也會使用同種液體骨材料 但是同種液體骨它的費用大概在1500到2000之間 所以它比人工骨的終端使用價格 差不多是人工骨的四倍左右吧 它上的原材料是屍體或者是一些殘肢們 它本身那個原材料就有限了 所以這個產品的一個供應 就是相對來說是受限的 供應少 市場需求卻很大 目前大陸每年約有200萬例骨科手術 需要用到骨頭修復材料 背後利潤驚人 而披露這起駭人盜賣尸體案的大陸 律師易勝華 他指出具現行大陸法律涉嫌道歉 侮辱故意毀壞屍體罪 最高量刑只有三年 恐怕難以剷除滅絕人倫的黑色產業鏈 TVBS新聞 范雨萱 蔡英傑綜合報導 祖國不能分割這樣子的字眼照理來說 應該會出現在中國道的文宣上面 但怎麼出現在飲料杯的風魔上呢 這個地點呢 是在雲林斗六的一家飲料店 被消費者發現說風魔竟然長這樣 不過這個飲料店在今天也出面回應說 真的是誤會印象 到手搖飲店買了一杯代表台灣 味的珍珠奶茶半糖少冰 結果飲料杯上的風魔字樣 卻寫著我和我的祖國 一刻也不能分割 馬上點讚消費者的敏感神經 拍下PO文表示統戰無所不在 當下反應會覺得 他是不是大陸派來 覺得是一笑自知 差才是我要買的重點 底下也引來不少網友 到店家的Google評論 狂喜一心負評 更有人稱店家是在淘寶 故意訂製 其到店家只剩1.7顆星的平價 但實際找到這家店 趕緊澄清喊冤 報廢了齁 就這一張就浪費掉了齁 沒關係 拿出被網友砲轟的風魔 其實一整串有五種不同字樣和圖案 邪由祖國字眼的 只是其中一種 其他四種都很正常 店家說要不是有人反應 根本沒有發現其中一款 竟然隱藏統戰訊息 也已經撤換掉這批風魔 並不是我們故意要去做這個風魔 這個就是從廠商那邊購買的 可能造成不適的話 在這邊跟大家說聲抱歉 店家也曾經謠言 風魔不是什麼在淘寶訂製的啦 是跟廠商進貨 進貨價大約350塊 一卷可以封1500杯 夫妻倆也都是台灣人 電和飲料也是MIT 只是小本經營的自創品牌 絕對不是誰派來的滲透分子 TVB新聞張崇敏李承佑羅一星雲林報導 最近菜價非常貴 很多的家庭主婦或是家裡有在開火的人 都覺得哇買菜買的好心疼 但是呢在台中豐原第一市場 竟然出現了偷菜場面 而且這個富人到了這個菜單上 看到什麼拿什麼 而且一次挑貴的拿 拿了不少的菇類還有刺激豆等等 後來攤商發現菜短少了 調閱監視器才發現 小偷已經上門 女子穿桃紅白色條紋上衣 一走進菜攤就開始搜刮 他很白 三百五 像是全家就是你家耶 好像我家是他家耶 老闆看著監視器一邊算 女子拿了多少菜多少錢 他把桌上八包菇類全部掃空 塑膠袋裝好裝滿還不夠 拿了菜籃做掩護 再抽一個塑膠袋 狂拿兩斤四季豆 四季豆不用錢 這個給我抓 已經三百五 女子最後把籃子放回去 提著滿滿兩大袋的菜 大搖大擺的離開 就很誇張 拿東西都 就是跟一般的小偷不太一樣 就是一直拿一直拿 不會就是怕旁人 就是懷疑東懷疑西這樣 菇菜賊出現在台中豐原第一市場 九號早上九點半左右 攤商百百損失了一千一百塊 也認為小偷知道現在菜價貴 還專挑貴的偷 把別人的菜攤當成開心農場 想偷菜就偷 颱風過購菜價飆漲 不只賣菜的人被偷了垂心肝 買的人也很有感 本來花一千塊 現在大概要花一千二 肉麗菜一斤三十五的話 現在差不多四十五 現在每生菜一顆好像六七十 現在都要一顆差不多一百塊 菜價貴直接用偷的 享用免錢菜的代價可不小 警方將調閱監視器追查 一切到最正半 好像我家是他家 TV社黃國軒 羅惟欣台中報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搭 舉光號的經驗 有民眾就在網路上分享他的經驗 還分享了這一段影片 他說搭這個舉光號 從路逐到仁德路段 整個車廂劇烈搖晃 不斷在動 就很像在經歷一場六級地震一樣 規模6的地震一樣 讓不會暈車的話 他都想吐 但是專家解析說 這很有可能是平衡車廂的插壓閥 出現了故障情況 整個車廂都在搖晃 還可以聽到車輪摩擦發出的金屬聲 有網友搭台鐵列車拍下畫面 形容搖晃程度宛如六級地震 還說讓不會暈車的他都想吐了 這位旅客7月24號搭乘台鐵554列4的 舉光號列車從男子往台南方向 行駛至路逐人德路段兼車廂內劇烈晃動 他也形容宛如發生六級地震 實際搭乘台鐵舉光號 從汐止到松山路段 行進過程相對平穩 車廂也只有輕微晃動 8月5號搭了一台車 反正就是他就是到快一啦 中間就開始晃 而且會越晃越大 會頭有點雲但其實也還好 主要是取電車 我搭之前好像覺得還好 我也覺得很不舒服 因為我容易暈車 所以如果我搭那個會不開心 我只有搭過像就是之前什麼新型的普悠 那個是真的比較晃 可是沒有晃那麼誇張 但也有常搭台鐵的旅客說 部分路段晃動感很明顯 鐵路專家表示 車輛晃動的原因是平衡車廂的插壓法故障 兩邊空氣壓力不平均情況下 造成單一車廂劇烈搖晃 研判屬於突發狀況 但是如果沒有及時檢修 恐怕會有出軌風險 插壓法有問題的話 他可能會造成說 就是你該行駛的時候 就是你兩邊空氣彈簧就會失衡 那失衡的話 他就很容易就是會 會這樣子晃動比較大一點 當然啦 如果說風險的話 當然說不舒適 專家也說大部分常見是車輛震動 少見晃動如此劇烈 呼籲台鐵收到民眾反應應該要趕快處理 以免釀成安全疑慮 而台鐵回應已經請業務單位了解相關情況 再做回應 TVB的新聞李正恩 吳婷 台北採訪報導 有民眾到了宜蘭玩 但他的居住體驗並沒有太好 他訂了這種日租的套房 而且一進去才發現說 原本他的房間竟然有人在住 之後住了別街 而且還發現了這個衛生有點問題 讓他說這個居住的體驗並沒有太好 不過事實上他居住的地方是頭城 當地的民眾也擔心說 越來越多這種日租套房 恐怕會對當地造成影響 站在門口前想要輸入密碼 用手指來來回回觸碰螢幕 但電子鎖完全沒反應 日前有民眾帶著小孩到宜蘭童萬節遊玩 訂了民宿卻狀況連連 房間沙發上有一片片灰 像是發霉又像是踩踏的腳印 民眾看了完全不敢做 甚至還有一隻又一隻的螞蟻攀爬 實在好傻眼 民眾透過LINE訂了三間房 其中一間房輸了密碼 進入卻發生尷尬一幕 裡面竟然有助任 幸好當時對方在洗澡 沒有直接面對面 嚇得馬上關門 事後傳訊息反應 業者竟然說房屋搞錯 換了一間卻又出現狀況 電子鎖輸了密碼 根本沒有反應 玩了一天已經很累了 想回民宿好好休息 還要花時間處理一堆狀況 民眾入住的民宿 就位在宜蘭投城 近幾年出現 越來越多的日租套房 有業者買下套房來經營獲利 社區民眾也非常無奈 擔心人來來去去住宿品質 哪里控管 附近民眾說 暑假期間比較多人 也都知道有做日租套房 這棟大樓已經完工五年 針對被民眾投訴 有許多日租套房 建設公司強調 並不知情買家使用情況 那截至目前的為止 總共有針對裡面 有四間的非法的旅館 有做開罰 那累積的金額 已經達到25萬以上 事情曝光 縣服表示會派員稽查 不過民宅內稽查不易 難開罰 只能多收集資料 而如果被查到 屬於違法經營民宿 旅券不聽 未改善 將寄出強硬手段 斷水斷電 TVBN新聞 簡大成何可言 宜蘭採訪報導 在宜蘭 還有日租套房的問題 但是在高雄 這是一房難求 為什麼呢 因為演唱會 又在高雄舉辦了 火星人布魯諾 到了9月的7號8號 南下到高雄開演唱會 本土天團Energy 也要在當地 舉辦他們的演唱會 所以現在 如果你想要看演唱會 到了高雄去 不止你可能要搶票之外 也要搶房間 為什麼呢 一房難求的狀況 連帶人家價格往上飆 過去平常 私人房的價錢 大概是2000塊 現在飆到 9000 可能都還賣不到 What's up Kaohsiung I'm coming to see you September 8th At Kaohsiung National Stadium 火星人布魯諾 在9月7號8號 到高雄市運竹場館 舉行演唱會 而同一週末 要來高雄的 還有他們 國際巨星 本土天團 同一時間齊去高雄 除了兩天演唱會 門票秒殺之外 6月消息一釋出 周邊旅宿 訂房率直接飆到八成 現在距離演唱會 還有一個月 卻有民眾發現 有商旅業者疑似 悄悄漲價 貼出訂房網價格 原本週末 房價2000元的 現在直接爆漲成9000 職業者真的很敢賣 高雄要發大財了 而報紋也引來網友留言 直呼9000元不如搭飛機回家 還有人說不如出國玩 或是當天來回就好 更有喊話是否還不來查 針對疑似鴻台價格 當事業者澄清是誤會 你說其實我們在後台的設定 其實都沒有超過到7000 像我們現場都是5980 那兩天的電房率都算不錯 差不多都9成 本局接獲檢舉後 派員前房機查 如果發現業者的房價 高過被查房價 我們將依照 違反發展觀光條例 採取新台幣1到5萬元的罰還 是否只有演唱會 哄台價格還有待調查 不過近幾年 高雄發展演唱會經濟 針對旅宿業者房價波動 觀光局也多次展開機查 甚至開罰 但罰則不高 約束力有限 若民眾怕被當肥羊仔 訂房前 可上交通部觀光署的旅遊網 查詢合法旅宿 上面會有被查房價區間 提供消費者參考 TB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美國南來夢幻隊 再次搶散碰上了塞爾維亞 沒有想到陷入了苦戰 一度落後 還有最後靠著Curry 還有詹皇大三元挺進了金牌戰 美國南來夢幻隊拼金牌 四強賽碰上NBA年度MVP戰將 約基奇坐鎮的塞爾維亞 上半場陷入苦戰 一度落後17分 好在Curry出手 外線林轟為美國搶分 不至於落後太多 不過第一節結束 塞爾維亞還是持續領先 第二節開賽 塞爾維亞持續猛攻 美國隊防守進攻 都讓對方找到破口 上半場結束夢幻隊持續落後 索性下半場開打 美國終於回神 關鍵時刻詹皇杜蘭特都有貢獻 拉近雙方比分 戰成平手後 柯瑞兩顆關鍵罰球奠定勝果 最終美國就以四分之差 95比91拿下金牌戰門票 所以在奧運呢 男子的跆拳道賽事呢 南韓的選手 普泰俊成功奪金 但是在賽場上 他是不顧對方的傷勢 不斷的猛攻 就算對手已經倒地了 他還是持續的進行進攻 這樣子的方式 雖然讓他拿下金牌 但是也讓他自己個人的社群平台 湧入了不少的負面聲浪 還有批評 認為他不講武德 拳擊擂台上 來自雅賽敗然的選手 加西木 穆罕莫多夫 神情痛苦倒地 再也無法支撐下去 傷退離開金牌戰 現場觀眾虛勝一片 男子跆拳道58公斤級決賽 南韓選手普泰俊 第一回合就以9比0 壓倒性勝利 比賽過程中 普泰俊幾乎全權命中對手要害 穆罕莫多夫連戰力都有困難 第二回合 普泰俊仍不放過對手 一連串猛力全打腳踢 距離結束時間還有1分02秒 已經是13比1 穆罕莫多夫這時 就因為實在痛到無法承受 提出傷退 直接棄拳 儘管比完賽後 普泰俊上前搀扶 穆罕莫多夫下台 還是難以平息 亞賽拜然粉絲與觀眾的憤怒 社群平台上普泰俊經常分享練習過程 金牌戰後留言區變成網友發洩的出口 怒哄他欠缺禮儀 韓國媒體朝鮮日報邀請專家特別解釋 在裁判沒有喊停的情況下 普泰俊的攻擊都是合法且正當的行為 韓國跆拳道在巴黎奧運雪恥 細刷東奧無精入障的恥辱 光榮時刻卻被貼上不講武德的負面標籤 鐵編新聞綜合報導 南韓的空氣槍選手金翼智 在多鷹牌之後快選歸國 當然回到國內有很多的活動需要參加 但沒有想到他竟然無預警的全身抽搐 還當眾昏倒 後來他的教練幫他解釋說 是因為看到太多記者太緊張了 還有再加上這幾天都過度操勞 才會癲癲發作 記者會現場陷入一片混亂 稍後人員衝上前將金翼智台上單架 他是南韓冷面神槍手參戰巴黎奧運 10公尺空氣手槍項目拿下銀牌 前一天凱旋歸國金翼智還有說有效 在眾目回饋之下展示獎牌 當地時間9號早上11點 狀態直接180度大轉變 竟然在記者會上抽搐昏倒 救護人員緊急替他CPR搶救 教練解釋金翼智沒有任何慢性疾病 可能是從7月中就開始一連串的緊湊行程 高強度訓練累積疲勞加上大量媒體 導致他太緊張引發癲癲發作 而在水上芭蕾團體賽項目 中國隊以壓倒性勝利 擊敗美國以及西班牙奪下金牌 這回少了歷年冠軍俄羅斯 中國隊首次摘金 八名選手骁勇而泣 其中兩人還是雙胞胎 兩例外型吸引不少粉絲關注 27歲的雙胞胎姐妹 王柳毅 王千毅來自大陸深圳南山 八歲就開啟花式游有生涯 接下來還要參戰雙人項目 爭取另一面金牌 TPN新聞綜合報導 巴黎奧運速度攀登賽 美國小將只拿下銅牌 手腳攀爬飛快有力 美國18歲小將華森在本屆巴黎奧運 男子速度攀登賽兩度刷新世界紀錄 然而他最終卻沒能爆回金牌 華森在兩天前的資格賽種子組比賽中 第二輪直接以4秒75的成績 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紀錄 被看好是奪金大熱門 但在周四的準決賽卻敗給大陸21歲好手武鵬 無奈只能爭奪銅牌 沒想到在銅牌戰又以4秒74再一次改寫世界紀錄 擊敗伊朗老將摘下銅牌 再後他興奮地拿著銅牌跟刷新世界紀錄表合照留影 至於晉級決賽的五棚 則是以4秒77的成績隱恨摘贏 只差0.02秒不敵印尼選手萊昂納多的4秒75 萊昂納多摘下的正面金牌 也是為印尼在巴黎奧運奪下的首面金牌 TPP的新聞 綜合報導 手腳攀爬 飛快有力 他就是波蘭攀登天后女版蜘蛛人米羅斯洛 平時光練習就快得嚇人 不過這次巴黎奧運他又突破極限 預賽時就已經兩度打破世界紀錄 第一次爬出6.21秒成績 第二次6.06秒 雖然決賽沒能再打破新紀錄 但還是以6.1秒奪下速度賽金牌 運動攀登上屆東京奧運 才首度列入賽事 不過當時將速度賽 難度賽和暴食賽合併為全能項目 米羅斯洛今晚當時就曾打破世界紀錄 但總分只排第四名 直到這次獨立賽事才一舉多驚 今年30歲的米羅斯洛 不只在波蘭人氣超高 也儼然成了這項運動的最佳推廣人 他曾表示攀登其實無關年齡升高 因為運動過程要動用身體各個部位 是一種很好的全身力量訓練 另外在挑戰不同攀登路線時 也能增進靈活性促進心肺健康 對專注力和克服恐懼上都有很好的效果 而這次與波蘭蜘蛛女速度非常接近的 是來自大陸的好手鄧麗娟 她在決賽中爬出個人最佳的6.18秒成績摘下銀牌 隨著奧運帶動熱潮 大陸的攀岩業者也感覺 報名課程的人正在增加 大陸曾統計截至去年12月 商業攀岩管數量已經高達636家 和2022年相比大幅增加了31% 數量甚至已經超過美國 業者開始苦惱 教練 人數不夠的問題 我現在整個來講會有15名教練 但是我計劃到我整個館全面開起來的話 還會增加將近3000平的這樣一個岩壁面積 至少還要再招一倍的人 根據統計 運動攀登過去20年內 在150個國家增加到了高達2500萬名運動員 浙江杭州甚至有野外攀岩場 提供4條不同難度路線供民眾挑戰 比賽之前所有運動員特別難度洩落 他可以集體去觀察洩落 觀察洩落當然每位運動員都可以交流的 他可以想 我們這個難題怎麼過 我們來討論一下 至於這次奧運攀登項目 將速度賽單獨區分出來後 全能賽將採用暴食賽和難度賽總分相加 也相當有看頭 報食賽選手將挑戰四條不同路線在時間內完成 而難度賽是在路線最後的40次移動中計分 雖然相關的賽事才第二次出現在奧運會中 但觀眾席滿滿6000人觀賽也能看出 攀登運動的受歡迎程度 臉新聞綜合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